加強 使得最帥只有科技感的手機 Nothing Phone 2來了 剛剛才發布的 我已經馬上就拿到了 今天這支影片 你必須要知道關於Nothing Phone 2的新功能 馬上快速上手吧 首先第一個要講的就是外型 我左手就是去年的Nothing Phone 1 右手就是今年的Nothing Phone 2 如果你們還記得的話 Nothing Phone 1當時有白色有黑色 但是來到今年 Nothing Phone 2給我出來一個灰色 其實我個人覺得這個顏色比較特別 因為很少手機會出灰色的 而且比較特別的是 今年的Nothing Phone 2沒有那麼像iPhone了 它今年的那個背蓋做了一個3D弧面的 拱起來的那個感覺 所以整個手感變得很好握 非常舒服很圓潤了 你細心看的話它是有點叫山秋的感覺 兩台放在一起給你看 其實外型上面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太大不同 你看天線的位置 設計上面的語言就已經不同了 像Nothing Phone 1它的燈條很赤裸裸的擺在你的面前 它的手工是比較粗糙的 但是來到Nothing Phone 2 你看它是有層次了 它那燈條放上去之後 它還做到一個finishing touch up 所以整個看起來就是比較細膩 然後更美觀一點 哎 現在我已經開燈了啦 給你看看 Phone 1的燈條是一條線走到完的 但是Phone 2它展成了好多條 尤其是鏡頭的位置 它變成了R跟J 然後充電的位置就變成了6條 這個設計好像有重新設計 但Siri好像沒有設計到 Anyway我覺得這個設計 有可能是為了在ringtone上面玩到更多東西 比如說這次它就新設了很多ringtone 我給你聽一下 這個只是其中一個category吧 還有下一個category 有沒有發現它因為這個分段式 它的那個後面的燈條玩到更多batter 很多喔 真的 這種原裝的ringtone 吸引不到你沒有關係的 這次很特別的是它多了一個 可以自己製作自己的ringtone Glyph Composer 它是一個app來的 按進去了之後 你就可以自己design你想要的聲音 它default是有5個音的 給你聽一下 就是這5個罷了啦 所以你們呢 就要從中這5個發揮你們自己的創意啦 有沒有藝術就是這時候看到的咯 是不是很難聽 等我再路過不得了 除了這個點點的音咧 它還有幾種不同的音效 比如說這個 每一set都有5個音 這沒有什麼音樂細胞都做不到的喔 突然有打碟的感覺 都幾難聽一下我 是 老闆打來 這個要進醫院了我覺得 經過剛才我跟阿Ken的認真研究之後 我們成功做到了一個 給你聽 我跟阿Ken了解過了啦 目前咧就只有5種音嘛 但是我未來也有可能會加入一些 世界各地音樂人自己製作的一些音樂 放下去 這樣過後的可玩性就變到更大了 然後你就可以做你自己喜歡的音樂 講了一個東西啦 就是我現在阿Ken Phone 2開這個Glyfton 方式簡單很多 像Nutting Phone 1的時候 是要打開camera 然後開那個flashlight的 那現在不用了啦 現在就是拉下來 長按torchlight 它就已經有了 看到沒有 關掉 長按 關掉 長按 很方便 那Glyfton 12美之外 還是一個指示燈嗎 像是Nutting Phone 1有的東西 它現在也有啦 就是我在充電的時候 它是會有燈的 無線充耳機的時候 它也是會有燈 當初Nutting 做這個設計的初衷 就是為了喔 不要讓你一直對著手機 沒有用手機的時候 你就可以 反過來 放在桌子上面 但是同時 它又不想要你 miss掉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所以來到 Nutting Phone 2第二代 它就增加了一個新的升級 Progress吧 第一個可以用到的 叫做Timer啦 OK 我現在set個可能30秒左右 然後它這邊指定喔 一定要面朝下 它是不是開始的喔 就是不要讓你看手機啦 OK 我現在放下來 OK 我現在放下來 然後等一下 你就會可以看到 它的指示燈 慢慢在減少 代表它正在倒數 倒數完的時候 它就會走完了啦 欸 那第二個可以支持的 就是第三方平台啦 目前是可以支持Uber的 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那個司機 到了沒有啊 或者你現在走到哪裡這樣子 但是目前Uber在馬來西亞 是沒有了啦 但是 它未來 會在馬來西亞 引進Grab這個平台 到時Grab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了啦 那我自己也是有想一下 除了Uber跟Grab之外 這個Progress吧 到底還可以用在哪一個第三方平台 Maybe可以用在 Download跟Upload Video耶 因為我們常常要 Upload Video的時候 我可能要留在那個畫面很久很久 但是有了這個Progress吧之後 可能我可以 推出去做別的東西 或者是放著我都知道 我Upload完了沒有 欸是不是好咧 我代表廣大的YouTuber發出的精神 還有一個新的小功能 就是我現在手機喔 翻著下面 我都可以直接看到我的Volume 調到哪裡去了 就是它真的有在這個LED燈上面 下了很多功夫的樣子 OK現在我們看到了背面 我們就轉過去講正面啦 Nothing OS 2.0這件事情啦 它對比起Nothing One喔 無論是它的Wallpaper 開機動畫 它的App icon 甚至是打密碼的位置喔 都很Nothing OS的味道喔 Nothing OS最大的風格喔 就是簡約啦 整理用的是黑白紅三個色 Home layout可以自由調節 四個column啊 五個column 每個App可以自己選擇 要Label還是不要Label 關掉的話就會變成這樣子喔 更簡單了 它連字都沒有啊 Widget方面那也是可以完全 根據你想要的去design 比如說Nothing獨家設計的 Widget款式 時鐘、Calendar、天氣 或者是Nothing加耳機 反正就是它都別多 Pattern讓你去玩就對了啦 Widget還可以放大、縮小、拉長、拉短 看更多內容 也可以把Folder變成各種形狀 圓形、方形、甚至是圖案 那幾多選擇 找雷啦 放到我都不記得 這個是什麼Folder了 另外還有一個 我自己個人覺得 非常好的一個生機 非常方便像我這樣指的人啦 就是可以直接喔 在Lock Screen就做到了 熱場做的東西 比如說我可以直接 就把Hotspot搬進Lock Screen 然後把Auto Rotate 把AirPlay Mode搬過去 然後我在Lock Screen的情況下 我都可以直接開 我不用再拉下來 再慢慢找Torchlight在哪裡再開 拉下來找Bluetooth在哪裡開 不許喔 講完了漂亮的後蓋 講完了NothingOS 現在就來講一下其他配置啦 鏡頭方面 這次它的那個前置鏡頭 翻了去正中間 變成了32MP 然後後置鏡頭 它就多了很多Filter可以玩 比如說這個就是Nothing的經典Filter 一條條件 看不到是什麼東西的 黑白的 也還不錯 眼眸 還有拍Video上面 然後這次可以直接 就是平時我們抖音這樣子 你一邊拍 然後你就可以停 然後再繼續這樣子 就非常方便 你就不用再自己剪接了 那處理器用的就是 Stack Dragon 8 Plus Gen 1 電池4700mAh 比上一次大一點 而且它的那個快充速度 是多少 45W 價錢我已經拿到了 剛剛發布會 這邊就馬上傳來了 這次有兩個版本 12加256GB的就是2999 12加512GB的就是3499 這個價錢你們會不會買 你們會不會覺得有一點點貴呢 那總結來講咧 我覺得這次Nothing Phone 2 它的升級有點像是內部的一些小升級了 如果你本身就已經買了Nothing Phone 1的話 這樣我不是很建議你們去買2 因為它有一些功能 比如說像是Ringtune Composer 或者是Progress Bar這些新功能 後期都可能可以透過系統升級去拿到的 所以我覺得可能沒有什麼必要你們 就是特地去花錢去升一袋這樣子啦 但如果你本身從來就沒有擁有過Nothing Phone 1 你覺得它特別帥特別贏 特別酷很想擁有的話 這樣你們就去啦 直接升2 帥